朋友们来看一下 Body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倒车小眼镜 我相信大家都收到过来 但是很多朋友都在后台实现问Body怎么安装 那么今天Body就专门来给朋友们讲解一下 这个小眼镜的安装方法 以及如何调节咱们这个小眼镜 咱们先来安装左侧这个后镜 安装之前咱们最好拿石金纸 擦一下后镜上面的灰尘 把它给擦干净 不然是膝部牢固的 因为咱们这个后镜小眼镜 它后面大家去看一下 是吸盘设计的 它后面有一层塑料包门 Body提醒大家一下 后面这一层塑料包门 千万不要撕掉 不然这个显眼镜就废了 不管用了 咱们后镜擦干净以后 只需要把这个显眼镜安装在 咱们后镜最外侧的下角这里 这样按上去以后 顺时针把它给拧紧 拧紧以后非常的牢固 大家来看一下 你即便使劲晃动 这个显眼镜 它也不会涂了 并且这个镜片会带着一起晃动 就说明按得很牢固 对不对 这样咱们的显眼镜就安装好了 安装好以后 咱们可以调整这个显眼镜 镜片的角度 大家看一下 这个镜片它可以360度的 去旋转去调节 大家看 在我们正常调节好的后镜里面 是看不到咱们后轮它的 咱们再看一下这个显眼镜 是不是可以清晰的看到 咱们后轮的一个位置 包括我在后面放的这个圆锥筒 对不对 大家都可以看到 对吧 而咱们从这个正常的后镜中 都是看不到的 在这个显眼镜中 却可以看得很清晰 这样咱们的左侧的后镜就调节好了 咱们左侧后镜安装好以后 接下来去安装右侧后镜 右侧的安装方法也是一样的 把它安装在咱们右侧后镜 最外侧的下角这里 还是这样 把它按上去以后 顺时针把它拧紧 拧紧以后一样非常的牢固 并且呢 调整好它的角度 这样咱们左右两侧的显眼镜 也就都安装好了 一样可以看到咱们的右后轮 以及咱们车身的情况 咱们在遇到倒车入库 或者说车方向停车时 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寡乘 因为一旦挂上到我们的轮胎 或者说轮毂 或者说我们的车身 我们去外面修 少说都要好几百 对不对 而我们装一个这样的小眼镜 却很便宜 有需要这款小眼镜的朋友 可以点击视频 左下角链接去看看 最后我包底 感谢您的支持